哈喽,欢迎回到白小君的频道 这是我们Shopify零基础建站的第15节 今天这期视频讲一下如何为我们的独立站添加产品订单物流追踪页面 我会介绍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创建页面然后添加代码的方式 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通过插件 两种方法都特别的简单 那废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内容吧 先回到我们的Shopify后台 然后选择在线商店里面的页面 先创建一个新的页面 起一个标题,比如说tracking order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重点部分 在内容部分我们需要先把它切换到代码的模式 然后把这部分代码复制进去 这部分代码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区 然后大家可以自行点击查看 粘贴好之后我们再把它切换到可视页面 那这里的话它就已经显示出它的样式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那这部分的代码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不可能说随便用一些乱七八糟的代码对吗 关于这部分代码的话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来到这个17track这个网站 像自发货经常查物流的卖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网站 它是目前外贸圈中最流行 然后使用最多的一个物流查询网站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工具 选择下面物流查询小部件 下面它提供了四种展示方式 然后它这里面有操作方法的介绍 也就是把这里代码复制粘贴到你需要创建追踪功能的页面去 但是如果你直接使用这些代码的话 它的样式就比较丑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到前台看一下 就相当于这个样式 基本上它的存在感特别的低 就很容易被买家忽视掉 如果你懂代码的话 你可以对这些代码去进行更改 然后把它的样式改得美观一点 如果你不懂代码的话 你就复制我这里提供的这一行 然后把它粘贴到这里 同样保存一下 它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式 看着比较大气一点 同样买家在这里输入它的单号 就可以直接track 然后下面的话就会显示它的轨迹 基本上我们的网站能够提供这样一个追踪查询页面就已经很OK了 其实也不需要特别多的功能 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页面链接到我们的菜单里 回到我们后台 然后选择这里的模板 自定义 找到它的heider部分 我们需要修改这部分的菜单 你可以直接在下面添加一个track order 然后把这里title改成 track order 链接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网址的链接 那么在我们网站前台的导航部分就出现了一个track order的菜单选项 我们点击一下看 然后它就跳转到了我们刚才创建的物流追踪页面 这种方法特别的简单使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方式 就是通过物流插件的形式 进入shopify app store 然后在这里搜索tracking 然后在它下面就会推荐各种各样的tracking的插件 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 因为免费部分的功能实在太少了 我这里的话只做一个演示 因为我是不用这些插件的 我用的就是我上面介绍的那种方法 随便选择一个点击进入 然后把它安装到我们的shopify 然后点击左边这个tracking page 它这里面其实也提供了这样一个页面 可以查看一下 就是现在显示这个样式 比如我们刚才自己创建的 相对来说会好看那么一点点 然后买家的话 他可以在这里通过他的订单号和他的邮箱去查询 又或者直接通过这个tracking number 插件的话 他只能查询你店铺自己的订单 然后我们刚才自己创建这个页面的话 他是可以查询其他平台订单的 只要你在这里输入这个订单号 他都可以查询到他的轨迹 就相当于你在这个网站上能查到的轨迹 然后在这里都可以查到 如果你使用插件的话 你把这个网址然后链接到这里就可以了 方法和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至于这个插件的其他功能 比如对店铺所有订单的管理 比如哪些订单在运输中 哪些等待取件 哪些已经投递 然后这里都可以进行一个管理 这个tracking page的话 它的这个页面也是可以装修的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protection 还有就是邮件提醒用户啊等等这些 在这里面都是可以设置的 就是它的功能会更全一点 但其实我们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功能 当然如果你追求特别完美 特别细节的那种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这些功能 都特别的简单 像对于新手小白或者说刚接触这块来说 我觉得我们第一种方法就已经很OK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如何为独立站 添加物流追踪页面的内容 如果你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或者说想了解内容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有趣 有知识内容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